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知不知道两张字是可以拆起一本书的呢? 但我们一起来做力大无辜的纸张 这个实验来证实这件事吧 要进行这个实验 我们需要 一本书 两张纸 胶子 胶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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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几条橡筋 首先把第一张纸 短一点的这一边 对着自己 然后对着 之后再沿着这个字笔 用胶脚把它剪开 用胶脚 然后像刚刚展开的这两张纸 分别转成柱状 然后在这个位置 两张纸上 搅拌到胶脚 之后 再分别在两个厨房上 铺两条橡筋 它們就會在我們這個實驗中的支柱 然後第二張紙同樣都是沿著短一點的這邊做成自己 之後再在短一點這邊接出一條2.5厘米闊的紙條 就像這樣 然後反轉一張紙 再沿著剛剛接好的形狀 接出一條2.5厘米闊的紙 如是者每一次接完之後都要反轉一張紙 再接一次 直到整張紙都接好為止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已經要先準備了一張接好了的紙 大家可以看到它接完之後 會像一個風琴一樣 然後再拿回剛才準備好的這兩個柱 開開又放在桌上 再把風琴狀的紙放在上面 我們今次的實驗要用的這個支架就完成了 到底書放在上面之後會怎樣 A. 紙可以支撐著本書 B. 書會左右連擺 C. 書將紙壓扁 大家可以暫停這條影片去思考一下答案 把書放在紙做的架上之後 我們發現書本是不會掉下來的 所以答案是A 到底書是為什麼不會掉下來呢 是因為摺疊之後的紙 會變得像紙板一樣堅硬 而紙做的支柱 會將來自書本的力分散到四周 支撐著本書 大家都可以嘗試增加書本的數量 看看可以支撐著多少本書 謝謝大家